来关系的是在高雄这边当然因为受到台风来雨也蛮大的 那么路面还有地下管线呢在气暴灾区这个地方都还没有修复 结果昨天雨一下下凯旋路又成了凯旋河了 还有一间药局呢因为他们屋顶在气暴的时候受损到现在都还没有修好 所以昨天的强风好雨一灌进来 屋里头居然成了淹水变成简直像了一条河 让屋主没有办法睡觉 看到高雄市长陈局到灾区来巡视 这三名赛也忍不住情绪破口大马 强劲的风力让反部疯狂飞舞 正在抢救的屋主相当无力 气暴时屋顶遭石头砸破 现在又遇上台风内忧外宽不断 整个布幕因为风的关系是被吹得轰隆隆的作响 另外呢因为在这边是大雨不断的下 所以屋主只能赶紧的拿了一些大小器具来盛装这边 也不断下的大雨 另外呢在我的这边呢 原本是放了一个这个祖先的牌位 但是就是因为风强雨大 所以屋主只好赶紧将祖先牌位移到楼下去置放 整个台风呢是让这边的附近居民感到非常的伤脑筋 开了五十多年的药局老奶奶直摇头年纪这么大 怎么还让他整夜行驾驾看看抢救不及的道路 只能让沙徒不断流放 凯旋路根本变成凯旋河 居民碰上巡视的市长陈菊再也忍不住怒火 上一次淹水的惨况还历历在目 再去居民都绷紧神经 也只求师父能尽快协助修复家园 记者吴平王玉成高雄报道